大家好,我是蓮花英子 這是我第一次講書正的書 我現在講的是看書正這本《靜聽心中的細語》 我現在看的就是第二十篇 看盡一切邪忍辱 當我離開西雅圖去葉子湖的隱居 我只是提著頭,手上提著一個小包包 沒有人送我行,我的淚水完全分流 我害怕變成強健,去洗了臉又流 又去洗了臉又流 為隱居時,曾有弟子告訴我,教隱居 問我是真,你一直教導我們 你崇高無上的婆理,你已將法輪轉了 你如果要隱居,最後的教室是什麼 於是我回答他,弟子啊 我在生死期間已經看盡一切 我隱居閉關,我還能告訴你什麼呢? 我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教介 當我看盡了一切,就要大家學忍辱 記憶中有一則故事 周玄王有一位臣子,即神子 專門替周玄王養鬥雞 十天後,周玄王問 雞可以鬥了嗎? 季賢子答,他太驕傲而自命不凡 但還不可以 過了十天,周玄王又問 季賢子回答 還是不行,他還怒怒而視 氣勢得很 又過了十天再問 季賢子答 差不多了,他還欲著內力 但表面像目擊 一動也不動 注意冷靜地應對一切了 記得我剛得搖慈經,我開天眼 我自命凡,要度盡天下眾生 接著很多毀謀,如排山倒海而來 我一服當官,萬夫莫敵 以一人佔比佔十方 氣勢得很,無人可以燃燭我 什麼話我也不聽 天王老字也不怕 後來當歲月留宿 遊戲的時候 當什麼東西 遜之而去的時候 當自知人生不過是 短暫的過客的時候 不曾帶走什麼 內心就變得很平靜 心裡也沒有任何痕跡 歡笑和哭泪之外 還有什麼事呢 此時此刻除了修法證明 了生死見自信之外 再想告訴大家的是 不用斟酌什麼 看盡一切,學人路吧 謝謝 好,深足以